不過雖然大家擔心拜登的身體健康狀況 不過不得不佩服他這幾天真的展現了超人般的體力 他其中選舉完呢馬上就趕場到埃及參加氣候峰會 待了四個多小時就在啟程飛往柬埔寨東協峰會 緊接著在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台灣時間13號晚上 就又飛到了巴黎島要參加20國集團的峰會 而且重頭戲就是他將在台灣時間今天14號的上午 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見面 昨天這個保住參議院的消息出來之後 他似乎也對這場拜習會顯得更有信心 在家庭上我們會經過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會經過一段時間 我們會經過一段時間的談判 感谢观看